六年 六年 四年大學 賺光了 你讀十多年書在那邊 賺光了 不用說 然後你們有退休金在那邊 在那邊讀書的時候 讀書的時候有 那我們是不是變得好像 我們最討厭的那些蝗蟲 來香港吃錢之餘 那不是 你正常做事有貢獻的 你又不是很貢獻 那你待在那裡 那你找工作去做 那些人是貢獻的 你花錢也是經濟的 那你還要花費呢 那你當然不是很招職 那些大大事 要融入別人 我經常都說 你去到那邊 繼續關心香港不是問題 但是要盡量融入別人的社會 剛才你說的馬來寫 就是說生活水準 消費便宜 加拿大差不多 都不貴 剛才那個老師 他說他做六百多呎 六千多港幣 如果在溫哥華 或者是多人多 就是普通的 千多呎 都是不上的價錢 六十千港幣 如果在溫哥華 或者是多人多 就是普通的 不要說是中心的 千多呎 都是不上的價錢 六十千港幣 都是這樣 其實你在香港最誇張 你在香港生活到 香港在例子角度 你租了八十呎的劏房 也有六七千 對 都不上的價錢 這家庭 他們的家庭 都是千多呎 市長老闆 你小心說話 不要說走下法律程序 我們是合情合法合理的 我們做生意 你不要說走下法律程序 根本 如果真的 我這樣說 如果我是真的 我其實 我 真的 炒手袋 給了那個費用過去了 但我真的兩夫妻 都要找工作做 其實都有把握 有 絕對有 你找 我們這樣說 因為加拿大 都有最低公司 最低公司 大概是二千三千元左右 稅後大概都是二千六七 我當作最低公司 如果兩夫妻 都要找最低公司 這個最低公司其實很少 年輕人 一般不止 這個公司 即是三千多元 對 三千多元 所以剛才我提到 我想帶出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你拿這個最低公司 都已經夠你 租一間屋 以及公駕車 我再講清楚一點 這是很便宜的 這是很便宜的 例如我 我真的 連帽帶吊 帶一條賓州 我只有一百五十萬 例如這樣說 港幣 我真的 都給你了 兩手拼拼拼 過了加拿大 兩夫妻和兒子 兒子讀書沒問題 我們兩個夫妻 又不是什麼技術的人員 又或者我的技術 在那邊用不到的 我們可能去做樓面 可能去做駕車 可能因為我們年輕 就拿三千多元的工資 隨稅後可能也有三千元左右 三千元 基本上我們說 隨稅後也有三千四五 我當作再保守一點 三千二 即是很保守 起碼 兩公共有六千四元 一個月 六千四元也可以租層樓 如果我當作租層樓 實際地 當年樓很豪華 實際地 實際地 都說一千尺 那租層樓多少錢 如果那些 你住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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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哪些 如果那些 你住哪些 那些 就不可以 我們講一般 普通的來講 大概是1500元左右 1400元 我倆婆婆以6000元 減1400元 就是4000多元 除稅後 還可以供車 小孩子在這裡吃東西 4000多元 我不用香港計算 如果香港計算 五幾 五五 也有成兩筆東西 但是我不會在那邊吃那邊洗 4000多元的車子 足夠了 平時新款買菜 日本車大概都是七八千元 已經很漂亮了 加拿大網友 應該提議一下 應該是正確的 好像我這樣 真是周圍會轉型 我想我在那邊 找多一點錢不困 你當然怎樣 你的標籤怎樣 周圍轉型 你只要在網上做 也足夠你做 真的 在加拿大 對 加拿大的電台 多數是 不用說 你要過去的話 我們一起合奮 開一間地產A準 行 好嗎 好嗎 我可以這樣 我繼續做節目 開地產A準 繼續做節目 那些人來到加拿大 你帶他們去看樓 沒錯 叫他們 你不是叫他們 你不是叫他們 有些優質的東西去看 是 真的OK 好嗎